哈囉大家好 我是Emily 冬天又到了 相信有多女生還是想要穿短褲短裙對不對 像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穿短裙的人 但是我也是一個非常怕冷的人 所以常常呢 我會想要找一些 褲襪或是長襪等產品 而且一定要加厚加毛那種 不過常常穿久了會覺得非常非常悶熱 一下就想要脫掉了 因為雙腿會爆汗這樣子 所以呢 我決定要找一個很神奇的產品 它一定要記透氣 有舒適 而且一定要有彈性 那終於被我找到了啊 其實現在我已經穿在身上了 不過我要先跟你們說 這個產品就是亞維恩 澤泰吉蘭肌貼牽引褲 究竟什麼是肌貼呢? 有運動的女生你們一定知道 如果一個不小心 或者是沒有暖身 那運動的時候可能就會受傷 或者是肌肉拉傷 這樣子可能好幾天都沒有辦法好好走路 那肌貼呢 就是運動員會拿來貼在膝蓋 或者是肌肉線條上 之後運動的時候就可以做一個保護支撐的作用 那肌貼牽引褲就是結合肌貼跟褲 褲襪究竟長什麼樣子呢? 讓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 在小腿的這個部分 你們可以看到 有線條一直延伸到膝蓋 那這一側的話就是長這樣 在這邊 尤其在膝蓋這個地方特別有做支撐 然後延伸到大腿 到大腿後方 對 尤其是大腿後方 這裡 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拉提 所以 其實它有 那個穿上去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提吞的效果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是搭配了一個 小短裙 配上一個 緊身的針織上衣 其實這樣做搭配 就非常好看啦 就是一個簡單的內搭褲 好 所以除了可以搭小短裙之外 其實呢 也可以搭上 運動褲 所以我現在做的是一個 運動的搭配 那配上這個小短褲 去運動健身的時候 就不會怕說 露出屁股或者是露出大腿等等的 而且它非常有彈性喔 完完全全就是 可以拿來跑步的 一件褲子 好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來到光線充足的地方 讓大家看一下 肌貼紋路 在這裡呢 小腿 骨這邊 旁邊其實它有 它有車縫 一些肌貼紋 然後到 主要你看小腿這邊 小腿肌下面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做支撐 然後到膝蓋這邊也是 上來一點 好 我今天穿來是比較長一點的 那個大雪蹄 然後上面一點呢 這邊其實就已經到 差不多到屁股了 然後你看它後面這邊它有做 這個 這一條 寬條的 拉蹄 可以蹄吞 好 另外一隻蹄也是 這樣 那麼 呃 我是178公分 然後我現在穿來是L號 好 如果你把它全部都拉平整的話 大概就是到 腳踝這邊 是穿的最舒適的地方 好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全身穿起來的樣子喔 所以呢 這件肌貼褲不只可以做外出約會等等的搭配 只要套上運動衣運動褲就可以立刻去健身房 去走路去登山 什麼都可以外出活動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有彈性又舒適排汗 所以像我這種很懶的女生啊 我就是多買好幾雙 因為常常啊我想穿短褲或是穿短裙 或是健身我就套上去 然後脫掉 然後隔天再換一雙 那麼我就推薦給大家啦 謝謝